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來到下午這一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 話說有一位科大前兼任副教授遭到廉署通緝 為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有專家就著政府將會買這個二價疫苗給意見 就認為是浪費資源兼不合時宜 為何這樣說 若然用公帑買這個二價疫苗是否在浪費錢 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廉署通緝科大前兼任副教授涉嫌隱瞞和供應商的權益 騙了400萬的採購費 報道的來文是廉政公署獲裁判官簽法首領 通緝一名香港科技大學前化學系兼任副教授 涉嫌和兩名早前被落案起訴的人士 村謀隱瞞他在兩間供應商的權益 進行多項涉款約400萬元的採購活動 通緝人士楊林農58歲 面對一共17項罪名 即是三項串謀詐騙 違反普通法 和14項欺詐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同案被告歐陽兆豐42歲 進科亞洲製約有限公司 獨資董事和股東 以及被告楊兆安 40歲 高準檢驗及檢測有限公司 即是高準的獨資董事及股東 9月底 亦被控上述罪名 根據科大規則 身為兼任副教授的楊林農 需要在委任任何供應商前 申報他和供應商之間的利益衝突 另外供應商亦需要申報他們 是否和科大職員有任何利益關係 楊兆安在2011年底成為高準獨資董事及股東 進科在2012年年中成立 楊兆安當時是他們的獨資董事及股東 而歐陽兆豐和年年底取代楊兆安出任有關席位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這位科大前兼任副教授遭到通緝 涉嫌與供應商的利益沒有申報有關 事件仍在調查及發展當中 不過是近年比較少聽見的新聞消息 另邊商亦講講有關疫苗的消息 根據商業電台新聞報導 劉宇龍指政府倘若買商價疫苗 將會浪費資源 不合時宜 報導的內文是 政府表示已收到復必泰針對Omicron BA.4或BA.5 研發的商價疫苗加強劑 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主席劉宇龍表示感到詫異 指委員會未收到相關資料 並認為政府如果採購相關疫苗 將會是浪費資源 而且不合時宜 呼籲大家不要糾纏在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水平 更加重要是疫苗產生的T細胞反應 及早接種所需的劑量 劉宇龍接受商業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輝瑞早前只有為老鼠 進行測試的商價疫苗數據 人類測試只是剛剛開始 而且本港已經出現BA.2.75的變異病毒株 相信感染比例將會上升 到時針對BA.4或BA.5的商價疫苗 原來已經過氣 他就說英國上星期的文獻顯示 不論接種多少劑疫苗 抗體水平始終會下跌 最終預防感染的關鍵在於T細胞的反應 與抗體並無相關性 他強調現在香港兩款疫苗 已經有數據證明可預防重症和死亡 擔心政府如果 採購商家疫苗 將會轉移社會焦點 令到部分人對接種疫苗更遲疑 對於社區組織協會 和兒童權利關注會 的調查顯示 近八成曾經確診新冠病毒的基層兒童 懷疑出現長新冠症狀 劉宇龍表示基層兒童得到的幫助較少 有較高比例出現長新冠症狀 並不出奇 他又指 研究顯示有兒童感染新冠病毒過後 腦部結構出現變化 處理信息會有障礙 強調兒童打針 可以減低患長新冠的風險 早前確診的劉宇龍又說 自己已經接種試劑科興疫苗 因此感染過後症狀輕微 只是發低消一天 疲勞三至四天 除後一兩個禮拜間中也有疲累 他指今天是感染過後的21天 懷疑自己出現勞務 快速處理大量數據的時間 仍然有機會出創 但體能和心肺功能已經復原到九成多 個半小時可以跑到8至9公里 劉宇龍又相信 香港在明年的春季 農曆新年後 進入後大疫症時代 但到時仍要維持口罩令 而國家可能要等20大過後或明年初 才有更清晰的通關路線圖 與世界接軌 以上來自商業電台的最新消息報導 劉宇龍則質疑 若然政府現在用公帑再買入 針對BA.4和BA.5的二價疫苗 有機會浪費資源 為甚麼 當你買得來的時間 已經是另一隻新的變種病毒株 就是BA.2.75 其實真是催利不將 因為病毒變化真是很大 另邊商也在關注一些小朋友 長生觀的情況 政府接下來施政報告 會否能夠更加多的錢 去幫忙支援一下長生觀 因為其實礦仔身邊也有朋友 是有長生觀的症狀 就連劉宇龍自己也中過招 他自己也坦白承認 在過去的時間 當然他打了4針的科興 症狀輕微但其後也有老母的情況 他也坦白承認自己有老母的一段時間 不知道現在 劉醫生現在的情況有沒有好一點 另邊商也在說 究竟買這個二價疫苗 是不是浪費資源 不如問問大家 意見更加貼地 另邊商也在說 有關近日清潔運動的進展 據了解 就好像 做完事之後的第二天 固態服務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卓永興 經督斯第二天就固態服務 大埔葵方街霸 左階市民沒有路走 報導的內文是 新一屆特區政府推動清潔運動 頻頻動員樂區移除 雜物和檢控左階行為 但是不少店舖死性不改 當局掃蕩過後 就固態服務 頭條日報的記者直擊就發現 兩個雜物左階黑點大埔的大光里 及葵方的葵峰街 當執法人員清場過後 有人把貨物搬回原位 連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親自篤施掃街的街道 一天之後都回復原狀 路人難走 左階問題依然沒完沒了 又是問問各位老友記最清楚 近期那條街有沒有變化 佳因之前曾經非常勁的一個全城清潔運動 現在仍然在進行當中 不過星道日報有相關的報導 我們截錄一下 指部份的黑點根本沒有改過 行動過後第二天就固態服務 不知各位各區的情況又如何 不妨劉果然談談 另一邊也說了這宗社區消息 根據星道日報的報導 警方接報女子被挾持入屋大叫救命 消防協助破門 進去裡面就沒有人 疑似報假案 報導的內文是 深浦江發生懷疑報假案事件 警方昨天10月9日晚上11點22分 接獲報案 指目擊一名女子被五名男子 挾持上去 七堡街3號 一棟工廠大廈樓上單位 當中一名男子更加遲到 期間女子大夫救命 警方文訊大為緊張 一批警員迅速到場 經調查後 發現攝氏單位在四樓 警員隨即上樓 並在消防員協助下破門入屋 但發現單位是空無一人 相信有人去報事件 警方正追查報案人的下落 不排除以涉嫌浪費警力追究刑責 深浦江出現疑似報假案的案件 警方大為緊張 大家知道近期綁架案 結果到現場破門入屋 發現裏面沒有人 不知道是否惡作劇還是另有內情 多謝各位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勵拍片 由早到晚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最新最快最實時的消息 每一節10分鐘聽得好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段影片繼續聊天 拜拜